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了三个小时十二分钟 说明这次谈话很实质深入 而且双方在各自通报中都认为这次谈话是坦诚的 中美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 美国又对中国崛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不安 对中国采取了很多压制性行动 遭到了中方的抵制 这次双方做了充分表达 有利于相互加深了解 减少误判 避免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冲突 另外双方对继续加强开展各领域的高层沟通都展现了兴趣 并同意做出安排 这次元首会有望给中美两国今后的关系 提供一个最新版本的指导性框架 中美的根本问题大家知道啊 是中国希望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而美国呢在骨子里不接受中国实力的壮大 并将之视为对美国的根本威胁 而美国不想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 因此呢支持台湾强化所谓的主权 并且纵容配合台湾当局有明显台独意涵的挑衅性行动 不断掏空华盛顿口中的一个中国政策 另外呢美国还把人权问题当成动员西方一起扰乱中国发展的牌来打 所以呢大家看到中国要发展 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权利 国家强大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硬币的两面 美国呢他一定要遏制中国发展的话 双方就不可能没有斗争 然而中国是占据了道义上风的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想要遏制中国 但他们知道这很无理 所以呢不敢举遏制中国的旗 他要给遏制中国编出各种各样的明目来 声称是民主对抗威权的斗争 是捍卫人权 是保持美国优势的竞争等等 台湾问题也是 华盛顿搞着一些纵容台独势力的动作 但他们自己都知道名不正言不顺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高官敢于公开否认一个中国 这次习主席把一些话说得很明确 比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再谈到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应尊重这种不同 而不是强求疑虑 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时 习主席强调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中美关系呢超级复杂 分歧和矛盾多 但是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 这也绝不是空话 除了两国有超级庞大的贸易恶 真的是想脱钩 他也脱不了 双方呢还都不希望两国走向传统式的 你死我活的大国冲突 因为呢彼此都明白那将没有赢家 所以啊如果中美两国理性都占上风的话 就不能够搞极限对抗 作为发动攻击和遏制的美国就需要适可而止 不能放纵自己做21世纪的地缘政治狂 他们总说啊给中美关系装上护栏 其实呢他们最需要给自己的狂想和冲动 制造一个护栏 现在呢中国逐渐有了一定程度上塑造美国对华态度的能力 而他恰恰主要来自中国力量的不断增长 始于前几年的贸易战啊 美国他没有占到便宜 这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力量评估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他的结局有可能像贸易战一样 让美国自己吃亏 这样的预兆越来越多 在军事上 中国早已是美国必须尊重的战略性力量 所以呢 美国需要同中国谈 国际上的事情呢 往往就是这样啊 当对方搞不倒你时 他与你的交流态度呢 就可能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越强大 美国越着急调动力量遏制 但双方打交道的结果 却是我们拥有了更多主动性 促使华盛顿在他所做的承诺上 做更多停留 我们听到华盛顿越来越多重复四步一无一 这次呢 拜登好像啊 他说的是五步四无一 说的更多了 华盛顿进来啊 说一个中国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样的频率尤其高 因为呢 他们意识并且感受到了违反承诺是有代价的 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那些承诺的约束就不能是空的 中国就是想要和平发展 和平共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力量的不断壮大 有可能压倒一些美国政治精英野心的发作 并且呢 促使美国社会在对华问题上的理性一面逐渐发育 使两国实际走出的道路逐渐远离传统大国博弈的轨迹 为人类21世纪的大国关系构建新的面貌 这些东西 你 我也有